他是中国留下作品最多的诗人 六十年间万首诗 他是中国最长寿的诗人 享受八十五周岁 他是一生武艺的战士 也是至死不渝的情郎 他是心忧天下的士大夫 也是一个喜欢碎碎念的小老头 他叫陆游 这首由山西村家喻户晓 描写的是早晨二月浙东相见的欢腾景象 那一年四十二岁路由罢官回乡 他在建湖盼的新家刚刚造好 此地位于寒家山石燕山和行宫山的三山环抱之中 因此取名为三山别业 陆游开心地到邻村去溜弯 正巧赶上乡亲们 在筹备祭祀土地神的春色节 陆游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农耕时代 春天对于我们的祖先有着特别的意义 每到农历二月 气温回升土壤变软 人们开酒 载机 吹销 打鼓 祈祷土地神能够带来一年的好收成 无论过去一年有多么艰难 人们相信 只要土地还在 春天还来 未来就会有无限的希望 我们知道陆游镇一生最大的愿望 就是帮南宋皇帝收复北方 可是他却有三十多年的时间 都是在乡村度过的 作为读书人 谁不希望衣锦还乡 可是他每次回来 不是科举失败 就是官职被罢免 每当他失忆的时候 他都想到家乡去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城市套路深 我要回农村 在他现存的九千三百多首诗歌当中 相当大一部分 都是创作于乡村 翻开路由的诗集 您会看到一个温情默默的乡村世界 每一个在中国乡村生活过的人 都会感到格外熟悉 人们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也心情耕耘自己的家园 这里有辛苦劳作的相互扶持 也有丰收时节的快乐分享 十二世纪的这栋乡村 并不是与世隔绝的世外桃源 而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社会 茶叶交易在蓝亭以北 商船航行在柯桥以西 市船赶集回来 带回镇上的货物 也带来外面新闻 尽管路由有皇帝发的遣散费 但是一家紧实口人 他没有躺平的资本 他靠出租田地赚取租金 接不开锅的时候 只能叫停儿子的客业 派他们的外出收租 他在房屋四周 开垦出菜园 药谱 把蔬菜药材拿到集市上换钱 对于穷苦的相连 他的药材倒是随时失手 还附带抗病 因为他所到之处 人们家道欢迎 最让他骄傲的是 自己家传的藏书还在 他义务教授村里的儿童 使他们不必奔波到外面秋雪 那年山西村的出游啊 路由还非常矫情地说 从今若许贤成月 主战无时夜口门 谁能想到这首诗境成了 他晚年的真实写照 不过我们从他最后的 那些碎碎念当中 分明能够看到 他最后真的误了 他误到了乡村 本不是他的诗和远方 而是他自幼生长 相依为命的地方 哦 迎着月色散落的光芒 把古老的歌谣轻声唱 哦 无论走到任何的地方 都别忘了故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